他是王瞬 从2007年狂吼夏天音乐节 拿下第一名之后 十年的时间 他一直专注在音乐这条路上 但去年2017年 他开始改变发展模式 不光是希望自己的创作有人听 甚至更希望音乐作品 也能创造出实际价值 真的有成效吗 有 有成效 就像我自己去买东西的时候 觉得这个音乐很熟悉 然后仔细听一下 原来这是我的音乐 不只王瞬对音乐 有新的想法 他是许慧婷 或许他的作品 从来没有在流行音乐 这个环境里大放异彩 但在生活中 其实他已经替大家 增添不少音乐色彩 有些人是真的是喜欢你这首歌 所以来跟你买这首歌的授权 像他用在他婚礼上 用在幼稚园的跳舞上面 就是当人家喜欢你这首歌 而跟你购买授权给他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会觉得蛮开心的 其实从2016年开始 国内有一些玩音乐的人发现 创作跟赚钱 似乎不再那么冲突了 而大环境会有这样的改变 其实都是因为它组合 电商共享 以及使用者优先等元素 真的发展出台湾第一个 具有不同商业价值的音乐平台 我大学是念不动产与城乡环境 所以毕业之后就主要是做都市规划 做了五年 月薪大概四万多 但因为我从小就是有在玩音乐 发现就是周边的一些音乐人朋友 他们其实做的歌都蛮好的 也想要歌可以有被选择的机会 然后就想要有个平台 可以让更多人 可能可以去使用这些歌 有了想法 当然就要去落实 我觉得只会后来发现 如果我在滑的时候 我其实不会点点去看 一开始王沛宇以为 只要有音乐有平台 自然就能吸引客人上门 解答欢喜 一开始官网成立之后 就过了三四个月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客户上门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其实UI的设计 跟使用者的体验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才决定 就是先拿出五十万 然后认真的真的去架一个 真的有商业性的网站 我们的金流系统非常容易快速 在我们网站上购买到歌曲 只需要花费不到两分钟 把藏在细节里的魔鬼 抓出来之后 音乐平台开始汇聚人气 才一年的时间 已经让部分配乐家的荷包 增加了十五万的被动收入 目前站上的音乐人 有大概五百个 歌曲大概有超过万首 每个月大概可以稳定的 大概会再做到一百多笔左右的交易 使用者从学生到广告 或是一些做游戏的 甚至像婚礼业者 他们都会来买音乐的授权 那像非商用的部分的话 就比较便宜 大概是三百五左右 就可以得到一次授权的机会 那在商用部分 大概就有从两千五到一万二 至于商业音乐这条路 王沛宇团队发现 声音辨识在未来大有可为 包含了一部分叫做声音logo 那另外一个叫做品牌的氛围 像某些日系的品牌 使用天然的乐器 作为他们主要音色 例如说用木吉他 而不使用电吉他 使用手鼓 而不使用爵士鼓 音乐真的有这样的魔力吗 这一段是不是营造出一些神秘的氛围 而这一段是不是就会带出 激动点的情绪 以合理价格让有需要的人 可以轻松找到适合的音乐 网络商机不是只有靠新创 有时候一个成功的媒介 也能发挥无限的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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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